欢迎收听这钢狼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这是文化部影视局直播补助的节目 节目60集将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播出 欢迎您与我们空中相见 在我们社会里有一群老公 10年来他们以志工的身份 修缠大台南37区 以及外县市屏东、高雄、云林、南投、嘉义等地 他们的善行让爱永不打烊 是一股软瘤 这钢狼爱我们邀请其中的成员 来分享点点滴滴修缠的这些善行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理事长 郭国仁郭理事长 理事长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理事长今天来列领我们这个采访的节目 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郭理事长其实很高兴 因为我们所有的做工型赛团的成员也超级喜欢他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仪式父母 您知道如果遇到很远的地方 真的周转不到今天的热食或是中午餐饮的时候 国理事长总是义无反顾 然后前线资源也全力资源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理事长 这个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好像是您创立的是不是 是的 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创立这个工会 因为工会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餐饮的 就是经过大家集合起来 那产业才会有比较有发展 所以我就是说他们你现在的成员都是从事餐饮业 是 然后为了餐饮业本身的应该说为他们的保障啊 他们的权益 所以您就组这个工会之后 这工会会帮他们投保啊或是教育吗 是这样吗 针对都是教育比较多 教育比较多 所以是以教育做一个前提 我们待会第二段课得好好采访您 为什么要做教育 这个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 也受惠于他们去学很多的餐饮 然后考照都做得非常好 我想首先先请问一下 您当时这个餐饮工会 为什么会加入做工行善团 当初知道说局长 有做这个做工行善团的时候 我就跟局长说 那局长如果说在仁德永康这个附近的时候 跟我说需要的时候跟我讲一下 局长就是王鲜基局长 是的 我知道他一直很照顾我们老公跟工会的关系 也是其实很努力在经营 都做成很好的伙伴好朋友 那我就很好奇了 为什么是仁德呢 为什么是永康呢 因为工会刚好就在仁德 了解 所以你工会是以仁德永康 这一群的伙伴比较多 你好像您的教室目前也是在这个区域 是 是在仁德 所以对局长来 您跟局长的程度说 因为这地方我服务会到 我做会到所以是比较快 比较快要求我就有了 这样就对了 对 局长有这些好朋友很好 叫就走 那我问你一下 后来正式加入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例 是因为那个在服务的时候 因为很偏远 第一件我们的案件是在佐证 佐证 佐证交通很不方便 对就是因为 你是不是他那里订不到便当啊 是 了解 所以局长就直接说 国国人你敢来 他口气都这样而已 对 对 他在这里吐槽 对啦 他就是觉得朋友嘛 要不要起 你就说好 所以佐证是你去的第一个案例 是不是 对 那个能不能形容一下 当时去支援这个案例的情况 当初他邀请我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是直接送过去还是去那边煮 第一个就是想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就在我的正照办公会这边 那先做个办成品 所以你那边我上次去参观过 有教室 是 可以煮吃 我瞎问你啊 局长那天说 国国人你敢要支援 他说要支援什么 他给你希望你协助是什么 中餐多少人 是午餐的部分 是午餐 然后是多少人 大概整个团队 人数 我的团队差不多在十位左右 是 那服务多少人的这个修缮志工 最多的话到六十位 六十位 佐证那次不是六十位吧 佐证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 我曾经去采访过那个LAMSAI的案场 那时候我就发现 LAMSAI那一次人是动用人力很多 而且那次是赶工 就是因为赶着好像要在过年前要把他给赶起来 所以其实要赶工又有时间 所以大家动用人力是相当多 那时候也是您去服务 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局长请您去佐证的时候 您有没有想到过第一个路途遥远 第二个要怎么煮吃 都没想到 有就是说 这样要怎么煮 我也不知道是要怎么煮 第一个我想说 那我去那边我也不知道说 他们的需求是怎么样 那我就第一个我先做半成品 去到那边了以后 包括锅子 包括炉事 都载到山上 快速楼 快速楼你也吃掉 是 了解 那到那边以后 然后我就帮 就请劳工局的小姐跟我说 可不可以带我进去 那我带我进去的时候 第一次进去 那下个礼拜还要来啊 对 去的时候 你所谓带你进去是因为在山里面 对 那是很山顶 对 佐证那些案例 很多人都迷路 对 这都没地方 所以 所以你还是人家带你上去 你还找到地点了 是 了解 那带第一次以后 第二次要上去的时候 忘记怎么进去了 天哪 一听说很多志工说 那个地点还Google不到 对 你说这因为他们太过于这个破烂 所以搞不好 Google地图上都没有这个标示 所以第一次人家带你去 第二次摸进去了吗 还是没有摸进去 真的哦 我还是请他们再带我进去 所以可见 您服务的地方 第一次服务的案例就多么的偏远 对不对 那去到那里之后 你是半成品上去做再加热 然后给这些志工们吃 是 对 了解 怎么没有吓到你啊 这么辛苦的一个任务 不会啊 为什么 那是挑战 了解 所以其实在那一次里面 你服务的这些的志工 让他们中午呢吃的热热的 我觉得后来局长也有描述这件事情给我听 我只是不知道你的历程有摸不上去找不到路这个 局长都是直接讲他最欢喜的成果 局长说哦 哦 你都不知道 那天大家看着锅锅 那眼睛就已亮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中午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很山上 然后有一个热热的汤食可以吃 真的胜过了一切 那一碗汤的温暖真的很不错 所以你当时有感受到那种感觉 对 那所以从那一次以后呢 你还有多少次去服务哪些地方这个参与的机会 事实上次数是应该是没有记得 可是偏远就是佐证玉井南西 还有官邈丢丘 那这个偏远的地方 大部分志工在买那个便当 事实上要送到当地会比较麻烦一点 路途遥远 嗯 再来就是假日也比较难订到便当 那因为我本身就是开那个证照办 证照的部分 所以我们工会里面就有很多那个炉子 那炉子要用几个就有几个这样 所以你都会基本上除了你半成品之外 都会带炉子去那边稍微加热一下就对了 到最后我们就变成都在工会那边 直接就做成品 直接做成品 那成品到最后又有个问题出来了 到现场了以后快凉掉了 了解 那我们就想办法说那怎么办 第一个我们把保温的部分 在购买那个保温的 我有看到你们有好几次用那种保温锅 好像一张开来就保温锅 所以知道大家很期待 这个流了很多汗之后看到那个锅 那个一掀开那个锅子 然后烟冒出来的感觉 真的觉得很温暖 你们后来真的有送了很多保温锅 尤其南山那一次我真的看到就是很好的汤 喝起来就真的很温热 尤其是那个冬天 那一定是要热腾腾的 对 那有时候去到那边保温 那太阳那么大 看他们在吃午餐的时候 边吃边大家有嬉笑 对对对 那还有还有就是 感觉很温暖聊聊天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工程差不多都告一个段落 大家聊起来都是非常 所以我每次站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拍照 大家的笑容都很美 大家就说老师你忙给他买 买了别人说我给他吃饭不可以做工 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 所以这时候跟着他们这一群的在相处 我就发现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从这个郭理事长的前面叙述 我们了解 无关系南西冷静预警佐证 你能想到有多偏远的地方他们都去了 去了以后呢便当怎么办中午怎么办 所以其实我们的餐饮工会 来这边做全力的资源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生力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再跟我们郭国仁理事长来聊 欢迎回到浙刚郎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理事长 郭国仁郭理事长 我们从前面的理事长与我们谈话 我们了解到餐饮工会在做工行善团最偏远的地方 最找不到他们温热的午餐的地方 他总是权限资源也权力资源 随时我们的行善团的工作可以一件一件做得非常的圆满而愉快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 李事长您该第一段中提到说 您的餐饮工会是在做教育考证照 可是我记得您好像原来不是这个专业在这里头 后来怎么会这个斜杠到这里而有这么精彩的斜杠人生呢 我当初也不是从餐饮 可是第一个就是兴趣 从兴趣开始 那从事餐饮这个部分的前面 最早最早就是我是从做洗碗经 可是我记得还没做洗碗经之前 你应该还是一个算是就是吃饱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做洗碗经可是您太太的创意呢 对不对 她觉得好像可以 我一直很好奇您太太 我觉得她是很有商业头脑你知道吗 那做洗碗经是怎样的一份工作 事实上洗碗经她是跟人家盘过来 了解 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商业啦 对 商业变大业这样就对了 对 了解 因为她接过来的时候 她说这这么臭丼 不然我要来做这样 了解 对 所以我就把她接过来 那接过来的时候 我想说不可以啊 因为结婚了以后相对的经济压力就变重了 是 那我们就变成 刚接过来的时候是 到差不多两年 那我就把她成长一倍的那个 我觉得我之前有跟你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创业 我们从零的基础开始 可是从你这个案例 我看到一个理事长 您很不同的想法 就是说事实上这个 您当时接受这个做洗碗经这个事业 事实上也是别人有做了 你们接手来做 学着做老板 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 很蛮厉害的 运用你本身更好的行销 你让她一下翻转两倍 所以你有从这么样一个这个概念里头 去得到您今天创业的什么法则吗 因为当初我的想法是说 为什么要跟人家盘 对 那因为盘 是不是我们要跟人家花钱 对 可是到最后我思考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你跟人家盘了 如果说你有本身有一个技术的话 那你是加成的速度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从零开始 那你的后面的成长期 你可能就会变成未知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你省一两平 所以结论就是 应该说您非常瑞士认为 应该从一个成功的中继站 继续的继 中继站就开始往上跳跃 对不对 所以人家在做那个 会好啊 我们就来做 要有自己的经验 再加上我自己的行销 难怪你可以一下让他翻转两倍 所以洗碗金的事业算是做得上来 但是洗碗金一定牵涉到清洗的部分 好像你是有第二次的翻转 你怎么翻转 那我洗碗金在当初有一家 也是他是做洗碗工厂 那洗碗工厂我就有一个危机意识说 那我的洗碗金是不是会变少 那我变少了以后怎么办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变成洗碗这个部分 对因为洗碗一定要用到洗碗金 所以我的洗碗金也有效 第二个我洗碗的工作也拿上来了 所以在这两个之下 你就开始斜干过去 洗碗的这个事业 对不对 对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事业非常劳力活 您这个太太跟着你任劳任怨 做这个事业的接受 然后来来去去也真的很辛苦 所以要感谢他 我想请问你 洗碗大家都会 这门槛其实是没外观 但是人家凭什么 要把这个洗碗的事业给你 是看中你们什么特色 第一个我们是24小时服务 24小时服务 真的有 你只要是需要洗碗了 不管假日 不管什么时间 我就付得到底 是这个承诺吗 这不简单 还在感谢太太也是好不好 这背后要呼出的劳力有多少 我还记得有一次太太跟我那样淡淡的说 这个你们两个几乎是都没在休息过年的 人家最过年的时候 你们是最忙的时候 因为要保住这个东西来做 对不对 对 所以因为假缘故其实 洗碗也是个劳力活 可是因为他假缘故 他每天从他自己接手工厂的北区 然后归人这两地方两处跑 过年不休息 全年无休息 让顾客放心 因为假缘故接手洗碗的工作 然后也把工厂给整理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疫情会改变很多 疫情之后郭文仁理事长也有不同的思考 他的思考是转入了 现在他目前正在努力这个领域 也就是教育 你可以跟我们稍微叙述一下这段的转变吗 那在洗碗当初 那有一段是空闲时间 那餐饮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的一个工作 当初证照的部分就想说 这个人家都在考证照 那我也是要去跟人家考一张 那从丙级开始 那后面就越学越起庆 那就说不然我再考一张一级 那也考上了 是 因为你有带 你听说你从小很小 就自己用蜜粉 嚼嚼的 葱花 自己做葱饼蛋 还是葱花蛋 还是葱饼 这个很厉害 对不对 对 所以应该是有兴趣就可以坐上来 所以转入餐饮街 或许是就找到对的路了 这样做起来了 不过要考证照是个难关 你当时怎么可以考那么容易 撬门知道 撬门老师怎么说 那我们本身就有一个技能 那老师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 是了解 所以完了以后 你的中餐的丙级以及证照过了以后 你是不是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也跟你有一样的需求 是 是 课证照吗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才会去经营现在目前这个证照教育的培训 对 目前的培训的内容是什么 我内容就是中餐烘焙 面包蛋糕饼干 还有中面 酥油皮 还有发面类就是馒头那一类的 这样 还有西餐 哦 了解 所以蛮多年轻的孩子也会在你那边学习 是 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年轻人这过关展将 成绩还真的很不错 是 有哪些孩子最近有考证照很高兴的回来跟你说 登登老师我考证照好执照吗 是啊 对 有的 尤其是考到一级了以后 他本身就直接到职场 感觉说 他可以到社会上去做 店面 就是自己开店就对了 对 你没有辅导开业吗 辅导的部分是他如果说他有什么问题 他可以无果 我就直接跟他说 有什么可以提议的这样 我了解 我想请问一下 目前您的正照班其实也是开得风风火火 非常多人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在你们的教室里面的考照率是很高的 是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 目前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些课程啊 目前就是中餐 那还有烘焙的面包蛋糕 烘焙面包蛋糕 那您自己亲自教授吗 是 你教授是哪些项目为主 只要刚才就中餐烘焙面包蛋糕 你所谓是说 因为我看你那边有很多炉子啊 是 你就直接火线上货就起来煮给你看 对 所以 这我倒想到一个 原来 所以你们你有会引导你们的学员 用他们煮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做某些的散线的服务 是不是 所以你才说我有个团队 那团队其实无形中 你带他们到很正向的地方 是 我觉得 郭理事长我一直很佩服他 我觉得他两点 第一个是 当他卖了四年的洗碗金之后 他发现有人洗碗的行业出来了 他就有危机感 他觉得危机感来的怎么办呢 很多人慌的就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说很简单啦 有问题就解决他 所以危机来的就是解决 那等到疫情期间的时候 餐饮业就萧条了 洗碗的工作可能也会面临某种程度的淘汰 或是说他可能是比较的生意没那么好 他危机感又来了 很简单 一有危机就去解决 但是我发现在这两个过程中 我最后要请问理事长是 您在这两个过程中 除了你现在之外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兼两个人工作 你的本事跟体力哪里来 说体力的话 应该是说我们的能力 还有我们的任务 了解 能力还有对件事情的热心的程度 就觉得你有没有更多的能力 有心的话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克服 所以两个夫妻同心 可以走到现在这个历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请郭国人理事长 跟我们谈谈他印象最深的案例 欢迎回到这港人爱 台南做工行善团 今天我们所邀请的贵宾是 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理事长 郭国人郭理事长 我们从郭理事长前两段 跟我们分享的许许多多的生命经验 我们看到他的身上非常强韧 非常有心的创业精神 他曾经说过 在那些创业的年代里头 夫妻两个以场为家 像牛一样的打拼 除了睡觉都在工作 真是十足台湾的创业精神 当然现在呢 他在仁德中正路设置的教室跟实习厨房 开设证照的教育课程 他自己呢 也是第一线的专业讲师 在他的鼓励下 许多的年轻的孩子 不仅在餐饮上找到兴趣 也过关斩将 拿了许多优异的证照 郭国人曾经说 我要经营的事业 我一定要让自己 先成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因此呢 他可以带领 所有跟他一起喜欢餐饮的朋友 一直考证照 而且呢 服务更多人 我想这十年来 在助工行善团里头 有这么样的一个 强烟有力的一个资源 使得我们的志工 不论走到多远 都没有后顾之忧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理事长 这十年来 你印象最深的案例 是哪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第一场的在佐证 那一场远哦 是 也辛苦哦 而且第二次 你第一次参与呢 不知道要怎么复不去 是 对 因为刚才有讲说 要进去的时候 第一次进去 跟第二次进去 第二次我不知道怎么进去 是 那还有就是 要进去的路 还有差不多要十五分钟 从佐证到现场 就山区弯弯区区的路 是 我还想到你车顶 转圆车 转食物 开得很 我也是烦 战战 整个烦热 是 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到现场了以后 一边是 那个 稻场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那可不可以借他们的场地 让我们 可以使用 是 所以在现场的部分 是没有场地给我们用 那跟隔壁 就借了隔壁的腹地 他有个道场的腹地 然后让你们有一个咖啰 然后放你们的食物 对 跟开始给他们煮一点温热的东西这样 是 所以也很感谢道场那边 让我们 当时的权利的资源 愿意这块地让你们喝 躺着流浪 可以去处理就对了 对对对 是 那除了这个佐证之外 你还有这个参与的 其他的比较特别的 也是远地的这样的案例吗 有 一个是我们最大的数量是60个位 哦60个 服务60位志工哦 是 哇 一架花啊 几个架花啊 他是在大井那边 大井 对对 大井很偏远的地方 那个也是偏远 偏远对 那个跑几次啊 那一次好像是 7次或8次 每次都是你们去哦 每次都到 每次都是你们去哦 因为那边没办法去买到便当 哦了解 所以非常偏远 如果说从到可以买到肯要来回要一个小时 60个人 60个人 我很好奇哦 那你按照住价 也是一样 就是变成都是要在我们的工会那边 正照那边 因为那边爐子很多 所以可以让我可以使用 哦了解 所以叫工会你们先煮 就是跟你的一些志工团的人就一起来帮忙 是 因为我们在那个南西的时候 我是试过你们两次 因为那时候我去拍照嘛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跟你说 你走出去保证你方圆百里吹不上架 我想说那回来 结果呢我就发现 这个吃的时候就说 这一锅国人切啊 这锅国人切啊 这锅国人切啊 您真的很可爱 您真的提供那么多的书来喂养大家 那这些的材料都是你们的 你自己来处理吗 我自己处理 哦了解 我就想说人生其实几何啊 能够交到这样的好朋友 真是不简单 希望各位听众今天听完了之后 不要每个人跑去跟郭国人做朋友 因为王心机这个朋友就够了 因为我就觉得其实大家也蛮可爱的 觉得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头 其实也是欢喜做 感恩修去做 所以除了大井之外 你还有其他比较深刻的案例吗 走到你刚刚说的那个 南西佐镇 南西内这是很也也蛮蛮蛮蛮远的 蛮远的对 尤其是偏远 就是佐镇 玉井 南西 观庙 隆岐 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山区 那要买到饮食餐 便当的部分就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们资源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偏远 这样 那你有没有去统计过 你每次都出这么多菜 我们志工最爱吃什么 你透露一下 那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肉燥饭 肉燥饭 对到现在他们 你知道那个局长就讲一句话说 这么辛苦的日子 只要看到那个郭国人 他今天带来的食物里面 有一碗烫汤和肉燥饭 你知道局长怎么形容吗 无比幸福的事 真的是 所以你每次都觉得 大家很喜欢吃肉燥饭 是 所以一定会串结肉燥饭 那局长说 一个汤一个肉燥饭 我想说志工只有吃这样也不对啊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再想看可以 食物可以放久一点 因为有时候现草跟 在工会做好了以后到现场 那个时间点 那个有时候他会 台语叫欧奥 欧奥 就是那个食物的感觉 没有刚刚出炉那么脆口 就对了 了解 对 所以我们还要想一些说 可以食物可以放久一点 去到那里 吃起来的感觉还是原味很好吃 这样 是 哇 这就真的 他们在 志工团在你考证照 你知道吗 对 考你说什么食物到那边 都还说 顾顾顾顾顾的赞 你怎么不能我今天 我明明是个老师啊 其实我是因为 煮了以后带过去那边的 路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所以是食物的感觉不对 怕你的名字 对吧 所以那你这样 你大部分都会整理一些 什么食物带过去 比较好处理呢 肉色饭 还有共碗汤 是 那不然就是冬瓜汤 是 那其他的一些小菜 对 那到最后想说 那我再把它变一下 最后就是 肉丁卡 这么好 这样不会每个人都去当事工 是 所以 事实上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说 哎呦 看着你又把肚子搖啊 对啊 其实 无比幸福的感觉真的又来了 所以我想呢 从一碗热汤到一碗肉丝饭 到许许多多 他觉得可以为志工做得很好的 精美的食物 郭葛任的一份的用心就说 他有讲了 他说 这行的乎步 我做得到 这样我就把它做下去 所以我想呢 在参与志工这么多年以来 看了这么多的暗场 也支援了很多偏乡地区的餐饮 不知道郭葛任理事长 有没有一句话想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每个人 人事物 都是我的贵人 可以去正面思考 让我有能力工作 在工作之余 回馈社会 应该说 能力有限 分享无限 用于专业 快乐人生 理事长 在您左片的台南这么偏向地区的 修缮现场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一个人号召 可是团队都一起来参与 这些人呢 他们也真的精神非常非常可贵 对不对 是 首先我要感谢说 夫妻党 就是林佑厚 还有刘雅惠 另外一对是 陈登水 还有陈庄景香 那还有就是 杨雅英 陈破章 陈破章是 也是我自己的学生 那我问她说 你要不要来做志工 她也说 可以哦 这样 所以就这几对夫妻 还有除了他们说 还有更多人 就一个跟着你呢 就来这样做了 是 那么每次我看他们在做服务的时候 笑嘻嘻 跟着你呢 成为一个 我觉得在志工团团里面 非常温暖的画面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还有就是我们夫妻 陈千云芳 还有我女儿 过应语 了解 所以你们有一个家庭的团队 您呢 还有您的太太 还有您的女儿 也真的是不遗余的为我们来贡献这些美好的餐饮 真的很感谢你们 也计航 怎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